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歌手杜德伟最大的败笔 自己二十年的原创歌曲被周深随口翻唱火遍台湾 在华语乐坛中杜德伟的名字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的歌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都能够引起广大听众的共鸣 他的才华和魅力无人能敌 然而最近这位资深歌手却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 他的二十年原创歌曲被周深翻唱后瞬间火爆全网 这是否意味着杜德伟的音乐创作存在败笔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要明白音乐是主观的艺术 每个人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都是不同的 周深的翻唱版本之所以能够火爆全网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声音独特 演唱技巧出色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歌曲的理解深刻 能够将歌曲的情感深深地传达给听众 这并不意味着杜德伟的音乐创作存在败笔 反而说明他的音乐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感染力 其次杜德伟的音乐创作一直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入人心的歌词著称 他的音乐作品既有动感十足的快歌 也有深情款款的慢歌 这种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而周深的翻唱版本虽然改变了原曲的节奏和旋律 但是他依然保留了原曲的精神内核 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翻唱并赢得广大听众喜爱的原因 最后我们要看到音乐是一种跨越时代文化和语言艺术形式 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创作者的身份 而在于它能够触动人心的力量 杜德伟的原创歌曲能够被周深翻唱到火爆全网 这正是对他音乐才华的最高赞誉 同时这也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的元素 总的来说杜德伟的原创歌曲被周深翻唱到火爆全网 并不是他的败笔 反而是对他的音乐才华的最好证明 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欣赏和接受不同风格的音乐 因为这才是音乐的真正魅力所在 《情人》这是杜德伟的代表作 60岁的他在曲调中娓娓道来这些年的情愫 最珍贵的感动尽在不言中 听的人如痴如醉 激动不已 潘伟博吴建豪 轻摇跟唱 人科感慨 跟我爸一个年纪状态都能这么好 偶像鼻祖苏友鹏也说 那时候都听杜德伟的歌 所以他是非常前卫的 1998年杜德伟做客《坑枪三人行》 席间与杜文涛谈起创作 我会以为制作人的角度贴近杜德伟本人去创作 那年他制作了一张专辑杜德伟所饰演的人物 常年混迹于声色场 左拥右抱之余还看着性感这舞画面十分暧昧 艺术源于生活这仿佛就是早年的杜德伟 四处留情 无法收心 2004年他在《康熙来勒》中 面临着一次难以招架的访谈 问题辛辣又无法说谎 因而产生了许多令人浮想连篇的对话 如何面对空窗期的需要 所以我就不能说了 最多与几个人同时交往 这样会影响歌迷对我的印象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是 他身边从不缺女人 音乐 武器都是把妹的杀手锏 而杜德伟泡妞从来不需要光环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靠实力的 只要他往那一站就会吸引别人的目光 这一定率不管在哪个国家 哪个性别都适用 有一次他和钟振涛去美国 走在苏活区时 有几位男扮女装的人一直对他们指指点点 1987年 杜德伟凭借一曲《哈喽》打败了李克勤 周慧敏成为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 冲着唱而优则眼之风 他接拍了电影《霸王花》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朵花 没令他闻名相将 却浸出了爱情的秘 在电影片场中 他总会拿起吉他即兴的弹唱音乐 迷媚欢呼尖叫 有一回杜德伟问他们 穿潜水服会潜水 穿泳衣会有水 那穿什么才会飞 其他人面面相去 只有吴君如自信的说出答案 鸟不就会飞咯 情绪共振 暧昧蔓延窗户指 薄如残意 杜德伟当了主动捅破的人 他问 为什么我每次唱歌 你都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他们甜蜜牵手 情拢难化开 吴君如常自嘲 我好肥呀 杜德伟总是笑笑 傻猪 我不准你再说自己好肥 我只知道你很可爱 OK 说完便落下一文 夕阳照进屋内 洒满一地春光 在谈及这段感情时 吴君如已经释然 演员拍戏很容易 free love 很正常就有第三者咯 所以只有解释 当时我们分手 只是我放不下 令他难过的是 曾经那么爱他的人 分手后很快 并有了新欢 相较之下 痴情显得尤为可笑 只可惜啊 当时的他并不懂得 浪子不会为了一朵花 放弃整个花园 离开吴君如后 杜德伟转身便走入欢场 自宁情段 似乎没给他带来太多的悲伤 分手三个月后 吴君如去找他复合 敲开房门时 看见了一位玲珑有致的美女 坐在房间中央 一切不言自明 这就是杜德伟的感情哲学 我觉得空窗期应该要玩得凶一点 所以我们得以在他的采访中 看到这些名词 酒吧 俱乐部 苏活区 对于他的多情 大众已经是见怪不怪 2002年他却突然公开恋情 带着模特周文喜 回家见家长 好事将近之际 杜德伟却被人举报 闹出了藏毒丑闻 当时检测结果显示 他并没有使用违禁用品 但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事业停摆 品牌索赔 身败名列 就连深爱的女友 也跟他提出分手 摔了这么大一个跟头 他依然没有手脸个性 带不同的女生看电影 2009年 他踹着一张门票 朝圣一班飞往伦敦 一下机场 就被阴郁的气氛笼罩着 麦克尔杰克逊 在一周前去世了 杜德伟落地当天 本应该是在伦敦演唱会 开唱的日子 杜德伟早就听闻噩耗 但还是来了 是送他最后一程 还是寻找某种功名 他也不知道 只是戴上了耳机 走在英语连绵的伦敦街头 只要我听着麦克尔的歌 就会和他有一些默契 他生于音乐世家 父亲杜奥利是著名的拉丁鼓手 母亲张露是以 给我一个吻文明全国的歌手 有人曾如此评价他 胡说第一口气 已与音乐相连 但杜德伟并没有太多的感触 虽然母亲是大明星 但也在后台自己缝衣服 父亲虽是天才鼓手 但在家就只是父亲 没有强调音乐属性 他的世界只有念书 直到看到了麦克尔的表演 毫不夸张地说 他之所以进入演艺圈 就是因为麦克尔的歌 在人生困顿之际 麦克尔又从耳机里 给他传递了什么信息 无人知晓 只知道他买了回程票 往昔的多情和八卦 都留在异国 不会有后续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